那爸爸妈妈平时在家 也是这种说话风格吗 不是 其实刚才的这些短视频 大部分都是我想象出来的 这种语气和语调 因为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 就是正常说话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呢 都是聋哑人 你是主持人 你的工作就是靠说话 和大家沟通 对吧 然而你的爸爸妈妈 却是不能够表达的一类人 对吗 对 我妈呢 是生下来就不会说话 然后爸爸呢 是据奶奶说 四五岁的时候 好像得了一场病 叫脑膜炎还是什么 然后当时家庭条件 没有好好地给治 然后爸爸就失去了 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 所以当时其实特别担心 我生下来会不会遗传 直到我生下来之后 奶奶会故意发出 一些大的动静 听通的 测试你的听力 对 每次想完之后 我突然一激灵 奶奶就说 得 可以听到声音了 他们就心就放下来了 我就特别想 爸爸妈妈 爸 哎 妈 哎 就是想听这个哎 但是听不了 后来呢 我就 教我爸说我的名字 我就说那个 梨田的梨 我爸就说梨 然后我吃草的那个羊 然后连着读 李 羊 李 羊 我爸就练习 现在我爸叫李羊 是教的最好的一个 就是他的词语里面 能发得最清楚的一个词语 不好意思 干嘛呢 特别理解啊 这是很心酸的 属于自己的故事